今天是第五天了啊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所讲的内容 昨天最主要是把我们这个内容管理系统 还有这个门户系统把它拉进起来是吧 门户系统呢 它是我们就是首页 因为首页方面比较大 我们就单独把它抽取出来 做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系统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系统的首页这些 这些内容是分析了一下 我们说这里面如果我们要改 就必须动态的来展示 你不能说写死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那么内容管理系统呢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后台有个功能 能够帮我们把首页的这些内容呢 进行一个动态的管理 增参查改 然后以便于我们的首页能够动态的展示 好这里面呢 我们讲了啊 我们分析了一下 我们需要两张表是吧 两张表 那么两张表呢 这个没有写 好 就是这两张表 我们呢 在后台管理系统里面有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能够管理我们的内容分类 还有内容 那么内容分类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首页的区域全部刮分了 是吧 然后刮分完了之后 这个分类下面挂了很多内容 就是一张一张的轮播图 或者是其他那些内容 那么这一来我们就可以管理我们的首页 那么昨天呢 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分类的管理 还有内容的管理啊 做了一个这个修改 是吧 内容分类呢 我们就添加了一个 然后 内容管理呢 我们也是新增了一个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一个亮点 是吧 就是这个动态的一个数啊 内容分类展示的时候呢 是使用这种方式 然后又击鼠标 还可以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们自己 如果这个写的比较好 是吧 可以把它写上去 写在那个简历上面啊 好 今天呢 我们继续 继续把之前的一个内容呢 把它做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计划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需要把首页的轮播图 把它展示出来 那首页轮播图呢 其实就是大广告位啊 大广告 就是把这个展示出来 然后展示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想一想 哎 这个展示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是吧 哎 我们知道这个首页 它的反应量比较大 啊 这个人数比较多 那么我们为了提高我们的性能呢 就需要有一个缓存 需要加缓存呢 那这个加缓存呢 那我们首页去展示的时候的流程呢 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说一说 然后Redis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Redis 那这个常用的Redis呢 我们把Redis要搭建起来啊 搭建一个 单机版的 然后这个常用的命令 大家记得吧 已经不记得一忘了是吧 啊 最常用的set和get会吧 这两个会就够了是吧 就够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搭建起来 那么搭建起来的 有单机版的 还有我们今天要讲 集群版 集群版的话 那么是在我们首页 这个大那个反应量 特别高的情况下 是吧 哎 我们需要搭机群 而且如果这个Redis一旦挂了 哎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备份的方案 是吧 你不能说挂掉了就用不了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搭一个集群 是吧 好 还有就是当完这个集群 我们要用啊 哎 我们需要把这个缓存呢 添加到我们的业务当中 然后呢 我们用谁来添加缓存呢 哎 用一个购物端 叫做Jedis 是吧 还记得吧 啊 这个Jedis 然后呢 有缓存的地方呢 就必须有缓存同步 你们都说 缓存里面的数据 和数据库的数据不一致 是吧 哎 就必须要 我没有让自己来添加 Diane